来到图书馆一看 一把大锁 放假了关门了 可以看出来这个图书馆是在底下 地表然后往下走 可以看见三三两两的家长 还有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参观这个校园 看见三角梅茂盛不茂盛 我最喜欢这三角梅 最新消息 这个学校加州本州居民 一年学费加吃住 加上零花千诗 大概两万八千一年 一年就是两个时期 不包括夏天 如果是外地来的人 外州或者外国人 一年学费加吃住 加简单零花是四万 看这个西班牙 Spanish Mission Revival 西班牙传教室复兴室建筑 这个童像是一个人叫 Samuel Black 他是SDSU的第一届 President 校长 这个房子是Faculty Club 就是教职员工的一个俱乐部 穿过这个小梁亭 然后又进入一个小院子 前后有各种各样的肉肉植物 这是一种紫色的肉肉植物 因为它天气比较干燥 让土壤比较偏沙 所以肉肉植物长得很好 这是他们的一个Garden 这个学校校园 都可以和斯坦佛校园 一个私立大学 有一厅了 注意这是一个公立大学 公立大学校园就是比较简约 水泥楼或几个现代式的建筑 没有这么温馨的 这么有彻色的 这个小花园叫做SDSU Mediterranean Garden 地中海公园 前面的写的是Physical Sciences 这是理工科吧 物理、化学、这一类的 比科 国家交数不错啊 课间可以来这里坐一坐 长长量 这个小拱门 引导我们去哪里呢 去看看 从这出口进入这个叫Cloyster 这种长廊 远处的钟声 是不是有点修道院的气氛 那个上面的钟塔就是典型的传教士Mission style 这一片上面写的是Life Science 生命科学的一些细节 这个纪念碑纪念着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牺牲了SDSU的毕业生 看这个房顶是这样的 很凉快 这就是SDSU的前门正对的这个 花园广场 这就是SDSU的正门 所有的纪念品上面都有这个钟塔 前门再环绕一圈 今天参观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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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